狗皇帝要我嫁给小太监 我眼都没眨就嫁了 然而大婚当晚 我被人绑到皇帝请殿的时候 连头上的盖头都没来得及接 不知陛下召我来所为何事 要是没什么要紧的 我可要先回去了 洞房花烛 我夫君还在等着我 不远处的龙榻上 齐玉漫不经心地撑着胳膊 张嘴接过一旁美人递过来的葡萄 吃笑了一声 洞房花烛和一个燕人 你倒是给朕讲讲 这夜你们打算怎么过 齐玉说完 不加掩饰地轻笑起来 一旁的美人也是个有眼力见的 见皇帝都笑了 也掩着嘴咯咯的凑热闹 我发了个白眼 伸手扯掉遮在面上的红色绸缎 面不改色地迎上前方调笑的目光 胶杯剪竹接盖头允钟声 她若是还不想睡 我们就去看月亮 喝光那坛 我娘替我藏了十几年的桃花酿 她若是乏了 我们就并肩躺在床上 牵她的手 扶她的脸 吻她的唇 我看着齐玉那逐渐黑下来的脸色 仰起嘴角微微一笑 这些闺房之事 皇上您若是想听 宫里有专门的摩摩会交 需要我帮您传他们面胜吗 西域进贡的琉璃盏 在我脚边砸了个粉碎 我面不改色地收收脚 齐玉这人总这样 说不过就动手 真是玩不起 每人被她赶了出去 灯火通明的寝殿只剩下我们两人 齐玉掐着我的脖子 把我抵到暗台上 金银剔透的葡萄滚了一地 贺怀安 你猜 今夜你若是没回去 那阉人自私以后会怎么看你 是会觉得你应当下见 还是觉得自己无能而狂怒 齐玉手上的力气很大 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却还是强吻着气息 她会心疼 是的 她会心疼 掌嬴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会心疼我的人 齐玉 我本能地掰着齐玉掐在我脖子上的手指 因为呼吸不畅怜有些胀红 既然已经赐婚 那便算我求你 让我和她做一对平常夫妻 平常夫妻 齐玉把脸捶在我的脖梗 笑声听得有些甚人 贺怀安 昭昭阿姐的尸身 至今都还没有找到 你这样恶毒的人 竟然还妄想活得心安理得 幸福美满 正偏不让你如愿 我闭上眼 齐玉不会轻易放过我 昭昭阿姐惨死 所以我就活该痛苦的过一辈子 以此来陪她这条命 齐玉手上的力气松了松 你不是想和她做平常夫妻吗 那阵便让所有人都看看 你是怎么和她做夫妻的 那一夜 齐玉格外凶狠 那不是她第一次做那样的事 她喜欢羞辱我 喜欢让我难堪 她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之间的龌龊事 却又从不愿给我什么名分 入宫三年 下人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我 只能不清不楚地唤一声贺姑娘 没有人把我当回事 后宫非凭善度 齐玉给了他们恨我的理由 又不给我在这宫里 自我保护的资本 我没有身份 无人撑妖 谁都敢过来欺负几下 一姐不受宠爱的心头之恨 在宫里的每一天 都过得暗无天日 齐玉打发过来的宫女 也都三三两两地 跑到了其他妃嫔那里 毕竟我这比那冷宫 还招人嫌弃 长颖是齐玉派过来的人里 唯一愿意留下来的 她比我年长三岁 也是个苦命人 小时候家中闹洪灾 逃亡的途中 跟家里人走散了 一个五六岁的孩童 又生逢天灾乱世 为了一口果腹的西州 她进宫当了太监 长颖 你干嘛在这跟我过苦日子 这四角宫墙的大远 哪里不是苦日子 长颖 你会不会也嫌弃我 贺姑娘又何时嫌弃过我 长颖 不开心的时候你会做什么 躲起来 哭一场 你也会哭嘛 自然 不过贺姑娘若是想哭 不必躲起来 我帮你看着门 不许有人进来 长颖 这个月他们又没给我们叹 贺姑娘不要怕 我的外衣给你 那你呢 我是男子 男子体热 既然如此 那你抱抱我吧 贺姑娘 可以叫我怀安吗 怀安 我从不觉得 齐玉要我嫁给长颖 是对我的羞辱 毕竟我是真的心愿于她 齐玉放我回去的时候 天已经蒙蒙亮 宫里的人都开始 各司其职的忙碌起来 我脱着疲惫的身子 穿着大红色的洗袍 在一声声闲言碎语里 拖着步子往回走 我的寝宫 住在整个皇宫 最不起眼的一角 据说以前 有个宫女 想要博帝王宠爱魏城 心灰意冷之下 将自己吊死在了房梁上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 毕竟这皇宫里 每天都在死人 但因为此处位置偏远 那宫女死去好久才被发现 尸身已经不成样子 吓疯了当时过来 打扫的一个小姑娘 此后这个片房 便不再有人住 齐玉是故意让我住过来的 她知晓 这里地处偏远 年久失修 一知晓那个惊悚传闻 她只是不想让我好过 然而此时 那个让人闻之色变的片房 却是挂满了橘色灯笼 在江亮未亮的尘间 暖色的灯光 让那间小房子 都突然温馨起来 我知道 那些灯笼 几乎是花掉了 长英将近半年的月银 他们欺负人 哪就需要这么多钱了 你去退给他们 我不要什么灯笼和喜福 我们一起 把那坛桃花酿喝了就好 那是我娘留给我的 娶你一次 总要隆重一些 可惜我没办法 给你十里红妆 三叔六聘 怀安 谢谢你还愿意嫁我 长英总是愿意 把她最好的给我 可我却在新婚之夜赴了她 冷不冷 我们进屋 今日有炭火 屋里暖得很 一件披风 披在我的肩头 长英握着我的手 鼻头红红的 你一直在这等着 我问她 长英摇摇头 昨个高兴 喝得有些醉 在屋里头睡着了 刚刚才醒 想起你回来会冷 就生了炭火 出来等你 她骗人 她身上这样冷 连一直抱在怀里 暖着的披风都是冷的 我吸吸鼻子 没拆穿它 咱们进去吧 别浪费了屋里的炭火 我和启玉的那点破事 整个皇宫都知道 长英自然也不例外 之前有好几次 启玉来找我的时候 长英都在场 启玉不会因为有人在 就收敛几分 而长英也只是 回过身退出去 默默关紧房门 我和长英两人 在这偏僻无人的偏房住着 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一些 但她无需当职 我也无事可做 如若没人来找我们麻烦 两个人倒也都乐得自在 只是以前这样的日子少 那些失宠的妃嫔 总爱过来刷一下存在感 我和长英隔三差五 就要一起挨法 哦 大多数都是她陪着我挨法 本来跟她就没什么关系 如今我们已经成婚 当初为了羞辱我 齐玉把这是搞得人尽皆知 我以为人妻 不再是他们的威胁 这下那些妃嫔 便再也没有理由来着捣乱 我抱着热茶 黑黑傻笑 日子总算是有了些盼头 长英往炉子里添探 也不问我笑什么 就跟我一起笑 我见她这个样子 笑得更欢了 砰 给我搜 院子的门突然被推开 配着常见的护卫一拥而入 不分青红皂白的 开始在院子里胡乱的翻着 东西哗啦啦洒落了一地 我冲出门去 你们干嘛 谁许你们乱翻的 领头的人瞟了我一眼 不慎在意 奉皇上之命 来贺姑娘这找点东西 我这没有她的东西 皇上说有 那便是有 我还想和那领头人争辩什么 却被长英拉过去 护在了身后 没关系的怀安 让他们搜巴 我们不能抗止忤逆 我看着那些护卫 把我和长英辛苦装扮好的小院 翻得一塌糊涂 灯笼都掉在地上戳破了 竹竿上还未来得及收的衣服 也被踩上了脚印 屋檐下那颗辣霉 是长英最喜欢的 花钢灵星开了几朵 现如今被人翻倒在地 根都露了出来 我不忍再看 长英伸手遮住了我的眼睛 没关系的长英 我们再种一颗辣霉 长英摇摇头 我只是担心那盆碳 我的月银都花完了 怕你会冷 我把长英的手 从我的眼睛上拿下来 张开胳膊抱住了她 不怕 男子体热 我抱着你就不冷了 那群人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搜到 我不知道他们想找什么 不知道我这里还有什么东西 值得起玉这样大张旗鼓 她大概只是 看不惯我过得好 毕竟我这条命 得用来还昭昭阿姐的恩情 此时正值寒冬 我们没有炭火 没有预寒衣物 甚至没有太多吃食 我病了 病得好像还挺重 长英为了给我求药 连着几天去太医院门口磕头 头都磕破了 也没换得几副药来 我躺在长英怀里 感觉身上没什么力气 又冷得发狠 整个人都在轻轻的抖着 却还是想要安慰长英几句 别担心 就是普通风寒 发发汗就好了 院里那棵海棠树下面 有我藏的桃花酿 你去把它挖出来 我们一起喝点 身上暖和了 病也就消了 那坛桃花酿是我娘留给我的 说是等我嫁人的时候 用作和夫君的交杯酒 只可惜 出嫁那天 我们没能有机会交杯 怀安 我挖出来了 你等一下 我给你倒些出来 喝了就不冷了 我裹着被子 看着手忙脚乱的长英 勉强点点头 这场病来势汹汹 曾经一心求死不成的我 如今竟然有些怕 我若是真的死了 长英该怎么办 我没来得及想那么多 甚至连地道嘴边的桃花酿 都还没有喝到 奇遇就来了 带了很多人 太监宫女妃嫔 一行人浩浩荡荡 仿佛是来赶集市的 长英放下桃花酿 起身扶起床榻上的我 我们俩并肩跪在地上 恭迎着奇遇的大家 这里好冷 奇遇身后美人刚进门 就忍不住抱怨道 我垂下也没说话 实在懒得搭理他们 只想把那碗桃花酿 灌进肚子里 好好暖暖身子 那美人见我态度冷漠 面子上有些过不去 趁怒道 大胆 陛下生假 你们竟敢这样怠慢 李美人恕罪 长英开口 并非是我们有意怠慢 实在是 囊中羞涩 没等长英说完 我就插嘴道 要不李美人赏赐 我夫妻二人一些探钱 这样下次美人再来 我们定会好生招待 长英毕竟是男人 右手规矩 有些话她说不出口 那便由我来 好一副惹人厌烦的寒酸样子 李美人贴开头 发上的朱差宝石 互相碰撞 叮叮当当的响 这若是平时 我定要跟这人 折战八百个回合 但今天实在是 没什么精神 齐玉没说话 我和长英 只能在地上跪着 屋子里没有炭火 身上膝下都冷得很 我病着 跪不住 长英便把一只手 拦在我的腰上 叙叙地撑着我的身子 只是这个动作 不知道 怎么又惹到了齐玉 两位还真是恩爱不疑 看来这婚 朕也没有刺错 齐玉毫不客气地 坐在床榻上 盯着跪在地上的我们 没有任何想要免礼的意思 我忍住自己翻白眼的冲动 皇上何时错过 怀安 不得放肆 长英轻声制止我 我撇撇嘴 不再说话 朕自然也是错过的 齐玉说着 拎起桌上 那坛还没来得封好的桃花酿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比如那日命人 来搜院子的时候 朕就该嘱咐他们 挖了那棵海棠树 我抬起头 什么意思 那群人那日大动干戈 要找的竟是这坛酒 齐玉 你不讲道理 这酒是我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的 齐玉晃着手腕 坛里的酒随着晃动的幅度 不停地往外洒 看得我直揪心 贺怀安 连你都是我的 何况是一坛酒 齐玉的话让我脸色骤变 我下意识地 看向一旁的长颖 他面上并无太大波澜 可伏在我身后的手 却突然一僵 我站起身 这里没有炭火 动坏了您的千金之躯 我们担待不起 陛下还是请回吧 齐玉抬起下巴 对上我的目光 勾唇笑了起来 怎么 这就要赶朕走了 朕说的不对吗 贺怀安 你这夫君可知晓 你在朕床上的时候 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哦 朕差点忘了 他是个阉人 大概是没机会 啪 我不知道那一巴掌 是怎么打到齐玉脸上的 我只知道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人已经被侍卫按在地上 我大口喘着粗气 浑身都在颤抖 陛下恕罪 怀安他不是有意为之 他 他病着 头脑不清醒 陛下恕罪 陛下恕罪 长颖跪在地上 不停地向龙颜震怒的 齐玉磕头 我心红着眼 直直地瞪着一步步 朝我走来的齐玉 长颖 你不要求他 齐玉扯着我的前筋 把我抵在墙上 他力气很大 我正脱不开 头磕在上面发出冬 的一声响 你好大的胆子 嗯 敢打我 齐玉死命地揪着我的衣领 一字一顿 我笑了笑 那笑估计很难看 甚至是 圣人也说不定 何止啊 我还想杀了你呢 齐玉垂眼滴滴地笑着 好啊 好的很 贺怀安 你最好是有那个本事 否则朕只要活着一天 就不会让你过得如意 这桃花酿是你们的交杯酒是吗 你不是爱喝吗 那朕今天就成全你 让你喝个痛快 齐玉说完 一只手掐着我的脖子 一只手拎着那坛 桃花酿往我的嘴里灌 我躲不开 辛辣的酒水 大口大口地灌进喉咙里 让我一时呼吸不得 连续几天的重病 再加上今天的这痛折腾 我大概是真的撑不住了 只觉得头脑发昏 脚下须须地点着地 像是踩着一团棉花 怎么都站不稳 耳朵边的声音乱糟糟的 好像是长音扑上来为我求情 说什么我正病着 实在受不住 他愿意替我受罚 真是的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怎么那么傻呢 齐玉好像还在大声骂着什么 他好吵 我闭上眼 想把他的声音屏蔽掉 喂 你哭什么 谁要你管 坐在桃树之上的小男孩 用袖口掩着脸 一副生怕被人看去了的样子 桃树下的小姑娘撇撇嘴 一边摆弄着手里的弹弓 一边毫无情商地哼哼 不就是你爹爹不要你了吗 你爹爹才不要你 男孩从桃树上跳下来 气势汹汹地插着腰 你怎么知道 我都不记得我爹爹长什么样子 但是有什么关系 我有我阿娘啊 这个弹弓 就我是阿娘给我做的 可以击中站在最高处的鸟 切 粗鄙不堪 切 你别求我借你玩 邻居家住进了一对姐弟 我不喜欢那个小男孩 成天哭哭啼啼的 明明心里苦大仇深 还装着一副大人样子 但是阿娘跟我说 不许我欺负他们 还要我叫他们阿兄阿姐 好吧 我从小就听阿娘的话 况且 虽然那个叫做祁玉的阿兄 很讨人厌 但招招阿姐人很好 他做的桂花糕 我一次能吃三块 切 粗鄙不堪 祁玉端着身子板着脸 看着我吃的满脸都是糕点渣的样子 嫌弃的皱皱眉 讨厌的祁玉 说得好像他是个贵公子似的 阿娘病重 弥留之际 把我的手放在招招阿姐的手心 招招 你是个好孩子 淮安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我只能将他托付于你 不愿顶你添太多麻烦 但求你给他一碗白粥就好 让他可以活下去 姨母放心 以后我定会是淮安如亲妹妹 绝不会亏待于他 阿娘走了 我不舍得他走 可我知道我留不住他 阿娘说以后招招就是我的亲阿姐 祁玉就是我的亲阿兄 自此以后 他们便说我在这个世上 最最真实之人 我记下了 我下来听阿娘的话 隔壁的翁婆对我们说 近来村子东头 总有一些长相凶狠的男人出没 听说他们会把年轻的女子抢去卖掉 卖不掉的就挖去心肝 要我们小心些 不要到处乱跑 阿姐要去集市上卖桂花糕赚钱 临走时嘱咐我们乖乖待在家里 可是祁玉已经病了好几天了 今日更是高热不退 躺在榻上一直迷迷糊糊地喊着娘亲 她实在是个喜欢逞能的人 只有在病住的时候才会这般像孩子 我看着实在着急 我知道村子后面的山上有一种草药 想说我生病 阿娘都会采来盐成粉末 掺进白粥里 我吃过再睡一觉病就会好 祁玉又在睡梦中哭着喊阿娘了 眼睛紧紧地闭着 却还是有眼泪流在枕头上 我看着她叹了口气 伸手打开了紧闭的门栓 之后的发生的事情 我总是记不清晰 只知道在我最害怕的时候 是招招阿姐来了 怀安 待会儿阿姐去引开他们 你往家里的方向跑 跑快一点 不许停 不许回头 记住没有 我哭着摇头 可是阿姐 你不记得你阿娘临走前说的话了吗 她说要你把我当做亲爱阿姐 要你试试听我话 你现在不听了吗 呜呜呜 我听 阿姐我听话 可是阿姐 我担心你 怀安乖 你先回家等阿姐 阿姐回去 给你争桂花高吃 招招阿姐没有回去 赫怀安 你为什么不听阿姐的话 为什么要到处乱跑 阿姐是去救你的 为什么只有你自己回来 你为什么要扔下她 为什么要让她当耳来换你的命 你竟是这样薄情寡义 贪生怕死的吗 阿姐是我唯一的亲人 可你却害了她 赫怀安 你欠阿姐一条命 我要你还回来 好 你凭什么意思而知 我要你带着悔恨和愧疚 跟我一样痛苦地活着 好 后来我才知道 齐玉是皇子 生母身份卑微 她和招招阿姐二人 自幼就受尽欺凌 生母走后 将姐弟二人排挤出宫 送到了这片辟贫瘠的乡野 原来她竟真是个贵公子 在后来 宫里的太傅 来将齐玉接了回去 我不知道 在那场夺嫡的战争里 只是被当作一颗 争权棋子的齐玉 到底吃了多少苦 才坐上那把龙椅 一不知之后 为了铲除朝中的爪牙势力 她的手上又沾上了多少鲜血 我只知道 这一路走来 似乎是再也没见她笑过 我大概是昏睡了很久 弄到很多以前的事情 醒来后 便听说陛下找寻了多年的南安郡主 前些天回来了 找寻多年 南安郡主 招招阿姐 我从床榻上下来 脚步还是虚的 整个人都站不稳 但还是跌跌撞撞的往外跑 从床榻到门口的距离 就生生摔了好几跤 好在最后 长寅推门进来 把我搀扶了起来 淮安 你总算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没事长寅 南安郡主呢 快带我去见 淮安 我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完 便听见门外 有人换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 从长寅的肩头望过去 看见来人是谁时 整个人都愣在原地 阿姐 一行类不受控制的 从脸上流下来 接着是两行三行 我颤抖着肩膀 紧紧抱住面前的人 不要哭了淮安 你还病着呢 我伸手抹了妈脸 我无碍的 只是风寒 阿姐不要担心 可我回来这些天 来看过你两次 你都是昏睡着 怎么会病得这样重呢 起朝朝回身 看向站在身后的祁玉 阿玉 太医是怎么说的 我这才注意到 原来祁玉也在 太医 也只是说风寒 阿姐 门边冷 我们进去坐 那你可得叮嘱太医 让他们仔细着些 虽说只是风寒 但要是落下病根 也难除得很 朝朝阿姐说着 扯下自己肩上的后世披风 遮在了我的身上 祁玉只是一声 声得硬着 并没有多说什么 我们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我这才得知 朝朝阿姐这些年吃了很多苦 她当初让人掳走 被匪徒蒙着眼睛 赶了近半个月的路 虽后来侥幸从中逃了出来 却是受了很重的伤 又因全程被蒙着眼 分不清方向 那村庄地处偏远无人知晓 阿姐打停不住 只能沿街乞讨 凭着印象走 却不想 竟是越走越远 之后途中失足掉下山崖 命悬一线之际 被一路过的书生救下 可也因此碰伤了头 丧失了一些记忆 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和那书生生活在一起 那书生对朝朝阿姐很好 两人成了亲 朝朝阿姐也在他的细心照顾下 慢慢找回了记忆 可是此时齐玉已是皇帝 宫墙之内护卫森严 朝朝阿姐的消息传不进来 又恰逢那书生 要来参加来年的春围 两人便商议一同前往 前些天才刚刚到京 我在一旁听得发愣 知晓阿姐受了那么多苦 心里是说不清的滋味 朝朝阿姐 大抵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安慰道 或惜福所以 怀安 若是没有这次经历 我也遇不上明郎 有些事情 便是上天自有安排的 我们逃不掉 一旁的齐玉开口道 也不知道内思 是不是真的对阿姐好 阿玉 不得无礼 我这条命都是她救下的 明郎对我很好 我也是真的心悦于她 齐玉撇撇嘴 心里四世 还对那人有千万个不满 但也不再多言 朝朝阿姐继续说着 倒是你们两个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也都长大了 有没有遇到一个心悦之人 我放下手里 阿姐带过来的桂花糕 看向不远处的长颖 又把目光收回来 阿姐 我成亲了 成亲了 我们怀安成亲了 朝朝阿姐从座上下来 牵住我的手 眼里是说不清的欣喜 是哪家小公子 当下可是在宫里 快带来让阿姐看看 我笑着点点头 在的 四世突然忘记了一身的病痛 我不乏轻快地朝长颖跑过去 牵着她的手 带她到阿姐面前 阿姐 这位便是我的夫君 名叫长颖 长颖时李树的跪下身 母长颖 见过南安郡主 长颖的身上 穿的是宫里公公们的统衣着装 阿姐肉眼可见的 有一瞬间的正愣 但也很快反应过来 伸手将长颖扶了起来 快请起 不必这样多礼 你既已娶了怀安为妻 便和她一样 换我一身阿姐就好 阿姐 不过是个燕人 她也配 齐玉从座上起身 冷脸看着我和长颖 原本欢乐祥和的气氛 被齐玉一句话带到冰点 我紧紧攥着长颖的手 盯着齐玉不发一眼 长颖是我的夫君 我们成亲之时 没有父母之命 一无媒妇之言 无人祝福我们 白手不离举安其眉 甚至连拜堂时的 高堂之位都是空的 我娘临终前 将我托付于昭昭阿姐 她便是我在这个世上 最最亲近之人 我只是想将 这份喜悦分享与她 只是想听 有人真心祝福我们 可齐玉 变生是要把这份温情 也毁掉才开心 我不懂 明明昭昭阿姐都回来了 她为何还是这般 看我不顺眼 非要当众凌辱 我和长颖 阿玉 是谁许你这样说话 照你看来 我也得向你三寇九拜 遵一声陛下才行 那你也别再喊我阿姐 只叫一声郡主好了 我 没有这个意思 召召阿姐虽是这样说着 但齐玉到底是九五之尊 刚又被扶了面子 我们便也不好再留 这里是齐玉的寝宫 我昏迷的时候 一直都住在这里 此时人已经醒过来 便不再有留下来的道理 阿姐 说我不早了 我们明日再来看你 好 我差人送你们回去 不用了阿姐 有长颖在 我不怕黑 淮安和长颖 是怎么回事 齐召召坐在 糊球软榻里 脸色有些不好看 其余一杯酒下肚 把空了的酒盏 不慎在意地扔在桌上 琉璃的酒盏 咕噜噜地滚了几圈 停在了桌子中央 不动了 阵次的婚 你没看到 刚刚和淮安那样子吗 你在这心疼他 他可是心里美得很呢 他和淮安 从来都是个眉心肝的 两酒 齐召召轻轻地叹了口气 阿玉 你和淮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我没有得眼急 齐召召的声音 带着几分怒气 淮安身上的衣服 破旧得不成样子 这样冷的天 还穿着初秋的薄衣 还有那长颖 他那身衣服 都洗得发白了 怎么 宫里的响银 少到连身衣上 都买不起了 怎么我看你那些 招摇的妃嫔们 一个个都恨不得 把整个国库的银两 都穿戴在身上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风寒 才能让人昏睡 整整两日 淮安的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阿玉 你真当以为 阿姐是傻的吗 齐玉没有接话 屋子里静悄悄的 那盏本已停住的 琉璃盏 重新在桌上滚动起来 你再怨他是不是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都待他不好 对不对 那是他欠下的 琉璃盏伴随着 齐玉的怒吼碎在地上 阿姐 我以为你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可是贺怀安 他为了活命 竟然眼睁睁地 看着你被人掳走 你分明是为了救他 可他却从未想着 你是否会有事 如果不是他 这些年你不会过得那么苦 不会被掳走 不会受伤 不会不记得我 更不会嫁给 那个寒酸树生 我会为你则 一个最好的狼婿 你会嫁得 比这世间的任何女子 都风光无限 而不是像如今这样 白白地受了那么多苦 阿姐 是我无能 为什么总是你在受苦 齐玉似乎是 悲痛到了极致 一个帝王 一个踩着 无数人的尸骨和鲜血 才走到如今的帝王 此时面对自己的至亲 却哭得像孩子 一如那年病 在踏上时 贺怀安看到的那样 只是那时 而如今 他只是无力地 一遍遍问着 为什么总是你在受苦 齐昭昭缓步走过去 像小时候一样 把自己这个分别 多年的弟弟揽进怀里 可这世上 谁又不是在受苦呢 每天都活在算计里 面对着一众淫狗 既被迫很利 无情的齐玉不苦吗 贺怀安 他就不苦吗 齐玉只是想着 是贺怀安害了昭昭 那他便要过 齐昭昭当年的日子 在这四面环绕的深宫 无人撑腰 任人欺凌 以此来偿命 但是怀安呢 他只能恨自己 恨别人 总比恨自己来得轻松 你以为一向 不喜受束缚的他 当年为何还愿意 跟你入宫 备受煎熬这么多年 他明明可以一死了之 为什么还是没有那么做 他若是真的一心求死 你当真以为自己拦得住 齐昭昭顿了顿 轻声开口 他是在守着你呀 阿玉 是在守着他吗 齐玉没想过 他甚至说不清 自己对于贺怀安 到底是怎样一种情绪 明明恨极了他 却在当年一杯毒酒 即将下肚的时候 羊手打翻 明明是想凌辱他 却在他一身 喜刨出嫁的时候 红了眼 阿姐 我成亲了 这是我夫君 名叫长颖 你要跟我一样 痛苦地活着 好 齐玉 我恨不得杀了你 他不再想跟他一起活着了 不想再守着他 贺怀安现在想杀了他 然后和那个长颖 去做一对平常夫妻 齐玉不愿意 屋子里烛火摇晃 硬在墙上的影子 也跟着轻轻颤抖 齐玉似乎终于 明白过来些什么 是的 他不愿意 不愿意和怀安 嫁与别人 阿玉 既然事情已经如此 那你便赏赐 他们一出院子 挤块粮田 放他们夫妻二人 出宫去吧 不行 什么 齐玉站起身 脸上的泪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干涸 留下的 依旧是那副 身为帝王的很利面容 他已有身孕 是我的孩子 我的环佩 落在了齐玉寝宫 怕明日工人打扫 发现不是齐玉的东西 便直接扔掉 那是我阿娘留给我的 于是常应便说 陪我回去寻来 我们刚到寝宫门口 便听到了这样一句 放他们夫妻二人出宫吧 不行 什么 他已有身孕 是我的孩子 手中刚被寻得的环佩 掉在地上 发出啪哒的一声响 已有身孕 什么意思 明明只是简单的四个字 我却怎么都思虑不过来 门被打开 招招阿姐和齐玉一道 从屋内走出来 我看着他们二人 不住地向后退 脚下步子裂且 脑中一片空白 怀安 招招阿姐唤了我一声 常应我们回去吧 你带我回去 常应俯身捡起那块 对我掉在地上的环佩 紧紧地牵住了我的手 好 我无视掉不远处 其余见黑的脸色 任凭常应拉着 我往外走 夜已见深 皇宫里静得很 只是偶尔过来 几个巡夜的小差 常应握着我的手 为了能让我跟上 刻意放慢了步子 常应 你那里还有多少月银 这皇宫里 上到妃嫔太妇 下到宫女太监 每个人都有月银可拿 除了我 常应停下脚步 不算太多 但你若是有什么想买的 我可以凑凑 我垂下头 一时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无比的羞耻 好在天色已晚 常应大概也看不清我的脸色 不知过了多久 我开口 我想 买一些堕胎的药来 常应很久没说话 周围安静异常 末了 他也只是扯扯衣袖 想要付诸我 那只被他牵着的手 怀安 常应说 如果你想 那边生下来 不管是男子还是姑娘 我都不会让他为奴为婢 从现在开始 我每月多省下一些月银 以后咱们给他请夫子 让他识字读书 等他长大一些 你便和他一起出宫去 过自由潇洒的日子 我抬头看向他 那你呢 常应 你不走吗 常应会看着我 语气中带着不好察觉的失落 我要年过五十 才会对遣散 那太晚了 我不愿你等那么久 我上前一步还住他的腰 把脸紧贴在他的颈侧 我不怕等的 我要跟你在一块 我说完仰头看着他 昏暗的窄路上 没有一盏灯 四下都是黑区区的 我却觉得他身上有光 常应你知道吗 昭昭阿姐今日说 有些缘分是命中注定的 逃不掉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逃不掉 常应笑了 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第二日奇遇差人过来的时候 我和常应正在煮茶 我不爱喝那东西 觉得苦涩 可常应爱喝 我便跟他学着煮 贺姑娘 陛下照你过去 领事公公捏着嗓子 眼睛恨不得抬到房梁上去 我最讨厌这声调 常应就不这样 他说话总是轻言轻语 像是生怕惊到我一般 我看那公公不顺眼 也就没好气 头都没抬只说了句 不去 你这是要抗旨不遵 说我抗旨 你手上可有圣旨 你 你大胆 皇上口谕 我站起身 想跟他在枪上几句 常应却在一旁拉住了我 怀安 没事的 我陪你一起过去 我们到的时候 奇遇正在书房批奏折 见我们来了 也只是微微抬的抬眼 不慎在意的说道 朕只招了贺怀安 常应听此攻下申请罪道 陛下恕罪 是我不放心怀安 自作主张跟过来 不放心 真是笑话 奇遇放下奏折 朕若真想要做点什么 就凭你个奴才 能拦得住 我实在看不过去 把常应从地上扶起来 陛下有什么事就直说好了 何必这样拐弯抹角的羞辱人玩 奇遇站起身 直直地走到我的面前 进而把目光移到常应身上 直说 那好 常应 休妻或者何离 你选一个 我挡在常应面前 奇遇你疯了 你到底想干嘛 奇遇没理我 继续对常应说 正会刺你良田庄子还有官决 何离之后 你便可出宫 自此以后风光无限 前途大好 我回头看向常应 虽然一时不知晓奇遇的目的 但他提出的条件太过诱人 我突然没了底气 心里莫名地害怕起来 常应 我试探地喊了他一声 常应看向我 目光深深 里面是我看不明的情绪 谢陛下隆恩 我的心几乎是在一瞬间便凉了下来 奇遇笑了笑 一副早就预料到的样子 然而 常应却没有起身 而是俯首在地 一字一句说得铿锵 但是 树奴才 难以从命 奇遇震怒地看向他 你说什么 和淮安成亲之日 我便答应过他 此生绝不相欺 绝不辜负 男子一诺 须得以命手之才是 所以还望陛下 收回成命 奇遇大概是没想到 常应会拒绝 那样诱人的条件 他竟真的会拒绝 为了我 奇遇气急了 把挡在常应身前的我 一把扯过去 抬腿踹在常应身上 奇遇自小练习其射 这一脚末说是 从未习过舞的常应 即便是真的来个武将 也未必能面不改色地承受住 可奇遇却依旧不满意 一脚踩在常应的胸口上 常应 我想上前去 想看他伤得重不重 想把常应从地上扶起来 可奇遇死死地拽着我的胳膊 让我整个人都动弹不得 好一个一命手之 内政变看看 你到底有几分诚意 休期和离都不选的话 那便让赫淮安守寡好了 反正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也没想要对你多仁慈 奇遇把踩在常应胸口上的脚挪开 不动声色地整整衣襟 拽着我的胳膊 向后退了几步 来人 把他拖下去 关进大牢 听后发落 奇遇 你混蛋 你放开我 你们别碰常应 我死命地挣扎 想要挣开奇遇的束缚 可却做不到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侍卫 将他从我面前带走 我回过头 奇遇 你到底想做什么 阿姐都回来了 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放过我 放过你 放你去做什么 去和那阉人 厮守终生相扶到老妈 跟你没关系 我对奇遇吼道 奇遇 从前你说我欠阿姐的 我认 你想让我如何还都好 可如今阿姐回来了 这么多年 他在外受的苦 我也一分不落地受着 我和淮安不再欠你什么 你还想要我怎样 奇遇面色阴沉 一步步地凑近我 把我逼至墙角退无可退 然后突然伸出手 轻轻附在了我的小腹上 我要你把这孩子生下来 我正愣了片刻 似乎是要被他气笑 随后便真的笑了出来 生下来又怎么样 奇遇 我成亲了 我的夫君是长颖 即便这孩子将来出生 也是要换长颖医生爹爹 而不是你 你不是看不起他吗 你不是想尽办法折辱他吗 你不是总爱在他面前 摆什么九五之尊的颜面吗 那这孩子日后 怕是也得跪在地上 喊你一声 陛下万岁才行 奇遇瞪着我 一双美目似是 要瞪出血来 所以呀 我才要你们何离 他不愿 我便要你守寡 他长颖不过一条贱命 怎么和我争 我会封你为非 或者为后也可以 我要让这孩子 一辈子都不知晓长颖是谁 奇遇放胎 牵着我的手 滴滴地笑了起来 贺怀安 我就是不愿放过你 我就是要你生生世世 都在我身边 你能奈我何 奇遇把我关在了他的请殿 派人严家看守 不许我出去 我不知道长颖怎么样了 只能反复地打听着 最近宫里有没有处死过一个公公 我想找招招阿姐帮忙 想让人传话出去带给他 可后来才知晓 南安郡主早已被皇上送出宫 陪驸马准备来年春围去了 无人可以帮我 但我必须就长颖 我在宫女进来送饭时 成绩不备打晕了他 和他护换了衣服 借着侍卫换岗的空隙 偷偷逃了出去 奇遇说他想要我生下这个孩子 我不知道 他到底是一时兴起 还是真的在意 但我也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 只能赌一把 我登上了皇宫里最高的城楼 站在城楼的墙上 慢慢等待着这奇遇的到来 我没有等很久 奇遇很快就赶到了 贺怀安 你做什么 赶快下来 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奇遇 以及他带来的一众大卫高手 城楼上的风很大 我整个人都在轻轻发着抖 却还是强吻着声调 奇遇 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长颖 赖日知晓这件事时 我便会去太医院寻医机要来 我是一刻也不想留下这孩子的 可是长颖对我说 他会努力传月银 会让这孩子读书识字 会送他出宫 让他自由自在地活着 于是我便不忍了 我想 长颖定是 也希望将来能有人成欢西夏的 所以我才愿意 为了他留下这个孩子 可是 你却这样逼我 我垂下头 片刻后又对上奇遇的视线 你说的对 我不能奈你何 但我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死 以及腹中这个孩子 是否能活下去 奇遇 放我们出宫 或者我从这里跳下去 一时两命 不知为什么 奇遇听到我这要求 却是反倒松了口气一般 面色平静地看着我 贺怀安 你是在威胁镇吗 我回应 是又如何 奇遇笑了笑 你倒真是长了本事 奇遇招招手 来人 把长颖带过来 奇遇来时 就一命人把长颖 从老里带了过来 此时他正被人架着 浑身是血 气息微弱 但我还是看见他 强撑着眼皮 喘着气对我说话 我听见了 他在说 怀安 别做傻事 泪水在一瞬间 便模糊了我的视线 贺怀安 奇遇沉声喊 你可知谋害皇子 是株连九族的大罪 哦 朕差点忘了 你的九族上下 也不过长颖一人而已 既然如此 朕有一万个法子 能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你想跳便跳吧 朕不拦着 长颖身旁放着几桶冰水 奇遇一个眼神过去 护卫直接心领神会 刺骨的冰水 一桶接一桶地浇在长颖身上 天寒地冻 他又受着伤 长颖拳着身子躺在地上 我看的心脏都在抽筒 住手 不要再焦了 住手 我从城墙上下来 跌跌撞撞地跑过去 扑在长颖身上 把他抱在怀里 他脸色惨白 身上冷得很 我像是在抱着一块 没有人气的冰块 长颖 你醒醒 你不要有事 我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不停地哈着气 却还是怎么都热不起来 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躺 我无助地抱着怀里的长颖哭喊 声音都变得嘶哑起来 你不是说男子体热 长颖 你说过你不骗我的 可你怎么这么冷啊 对不住 都是我对不住你 我不该贪图你的好 把你牵扯进来 你醒过来 跟我说句话好不好 长颖 我无助地看向四周 每一个人都半低着头 脸色公顺之鱼 却也是毋庸置疑的置之不理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救救他 帮我们叫太医过来吧 求你们了 谁都好 帮帮我 求你们了 我知道没有其余的准许 没有人赶上前来 哪怕是给我们递过来一件 遮风的外衣也不能够 但我还是一直在请求着 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求谁 我只是希望 能有一个人帮帮我 帮帮长颖 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 阿娘走的那天 身子也是这样一点点冷下去的 之后便再也没醒过来 那时候 我也是觉得这样冷 刺骨的冷 我记得 是年幼的其余 将自己的披风解下来 披在我的肩上 他小大人一样的对我说 贺怀安 你不要哭了 以后我做你阿兄 绝不让人欺负你 可如今 害我到此番田地的 竟是当初那个口口声声说 绝不让人欺负我的人 长颖 你醒醒 我怕 我真的好怕 你别不理我好不好 我怕急了 我怕是我害了长颖 我怕我会又一次失去挚爱之人 不知过了多久 怀里的人终于动了动 那双冰凉的手费力地抬起一只 用指尖在我脸上点了点 又失去力气般 很快滑下去 长颖的嘴动了动 我俯下身 把耳朵靠近 才能勉强听得分明 怀安 不要怕 我在呢 我扶在长颖的肩头 在长颖跟我说完这句话之后 终于冷静下来 齐玉从没有给过我任何选择的余地 他是帝王 是九五之尊 他能让全天下对他俯首称臣 手上的鲜血和人命 早已数不分明 又岂会怕多上我这一条 亦或是我腹中这一条 我笑了 笑得眼泪淌了一脸 我倒是忘了 这后宫有三千佳力 谁又不能为你担下皇子 绵延子嗣呢 你只是不想让我好过罢了 你从来便只有这一个念头 我摸了把脸 将长颖的身子放平在地上 站起身走到齐玉面前 行了一个最为正式规矩的跪拜之力 额头刻在硬邦邦的地面上 发出咚的一声响 和黎叔我来写 我也会听你的话 好好地生下这个孩子 所以 恳请陛下 放过长颖 民女院留在这宫里 一生吃斋念佛 感念陛下龙恩 为陛下祈福祝道 长颖出宫那天 是我的册封大典 我没想到齐玉竟会让我去送 我一身华服 满头的珠光宝石 扯得我脖子都是痛的 而长颖却是一身素衣 依旧是干净俊朗的模样 只是大病未遇 让她整个人看上去 都更加憔悴了些 我明白 齐玉为什么准许我来相送了 她特意挑今天的日子 让长颖出宫 为的就是让长颖亲眼见到我 如今这副模样 自此以后 再不敢有任何惦记念想 长颖 你在想什么 我看长颖一直愣着 开口问道 长颖摇摇头 就是觉得 杨酿本就是该富贵齐天的 这身衣服 您穿着当真是好看 我强忍着眼泪吸了吸鼻子 长颖 全是我对不住你 此生怕是没机会了 我来世还与你爸 淮安 恕我僭越 还是想这样换你 长颖说 你没有对不住谁 从来都没有 以前没有对不住陛下 如今更没有对不住我 淮安 你不要怪自己 更不必为此自责 你只管好好活着 只管好好活着吗 从未对不住谁吗 我这一世 从前觉得拖累了阿娘 后来又害了阿姐 其余说 我欠他们的 我理应长长久久的痛苦下去 而长颖 她如今告诉我 我从未对不住谁 我可以好好的活着 竟是这样吗 我想要山穿湖海 大漠孤狼 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想要和一个真正心悦之人 过三餐四季的平凡日子 我所认为的好好活着 四世再没机会实现 回去吧 淮安 外面冷 仔细别冻着了 我也要走了 日后不知 还是否有机会相见 但不管怎样 我都希望你安康 那日以命相敌的傻事 可是再不要做了 我点点头 眼泪含在眼眶里 忍得一双眼都是酸涩的 长颖走了 没有封地犒赏 没有关绝傍身 甚至连月银 都没来得及结算 拖着病身 立在宫门之外 却又突然停住脚步 淮安 长颖回过身 冲我笑笑 纵然知晓再无可能 但我还是想要等等你 就像你从前也愿等 我到五十岁一样 我也等你到五十岁 可好 五十岁嘛 好 皇帝新得了一位宠妃 不过月鱼便连近三级 据说若不是群臣上奏相组 就连对皇后之位 也是她的了 咱们陛下对这位娘娘宠得很 如今还怀有身孕 若是再诞下一位皇子 那自此以后 帝位便更是无可撼动了 可我怎么听说 这位娘娘从前成过亲嫁过人 还是陛下亲自赐婚的 赐给了一个太监 须不要胡言 当心掉脑袋 从跟随其余回宫到如今 这已是我被困在 身宫里的第六个年头了 肚子里的孩子 月份越来越大 我每天只觉得乏累 总是在睡着 即便偶尔醒过来 也是看着院墙发呆 隆冬腊月 院子里萧瑟凄凉 其余命人搬来了许多的红梅 日日有人照看修剪 竟是一点枯枝残花也看不见 我每日看着这些红梅 像是活在梦里 花怎的会永不凋零呢 我定时还没睡醒 其余经常会过来看我 有时候甚至会命人 把奏折都送过来 整日整日的待在这里 我恭恭敬敬的行礼 恭恭敬敬的奉茶 恭恭敬敬的喊他陛下 却从不主动与他说些什么 其余说我活得没有人气 还在我喊他陛下的时候 生气的摔碎杯盏 问我到底会不会好好说话 我跪在地上 一遍遍重复着陛下恕罪 我怕其余生气 我怕他哪天心血来潮 会洋洋守命人杀掉我 我不能死 我得活到50岁 活到50岁做什么来着 怎么不记得了 最近的头脑越来越不灵光 整日都是晕乎乎的 我只是知道 我需得活到50岁才行 那日其余在我这批奏折 我撑着下巴看着他 突然有点恍惚 其余 我开口 其余抬头看向我 眼里竟是有说不出的惊喜 你刚喊我什么 我没回答他的话 自顾自的继续说 你竟比我年长的吗 什么 阿娘叫我喊你阿兄 可你看上去明明跟我差不多大嘛 其余 我拖着下巴眨白眼睛看着他 要不这样 以后在阿娘面前 我喊你阿兄 阿娘不在的时候 我就还是叫你其余好不好 桌上的奏折被摔在了地上 贺怀安 你这又在玩什么伎俩 我听不懂其余在说什么 也不懂他为什么生气 但头脑里有一个声音 他似乎不是这样回答我的 以后在阿娘面前 我喊你阿兄 阿娘不在的时候 我就还是叫你其余好不好 随便你怎么叫 怎么回事呢 怎么会有两个其余 陛下 娘娘这是得了一症 有时会分不清现实和回忆 她怕是将陛下认成了记忆中的人了 其余来回夺着步子 朕不想听这些 朕只想知道要怎么治好她 御医们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 额头紧贴着地面 陛下恕罪 娘娘这是心病 心病 确实无药可医 还需找到癥结所在 几邻还需系灵人啊 废物 一群废物 朕养着你们做什么 滚 都给朕滚 其余他们说话声很大 即便紧闭着房门 这人是谁呢 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病了 总是会发一症 分不清人 我自己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成日都在做着梦 梦见阿娘梦见祁玉 梦见昭昭阿姐 也梦见长寅 再过几日就是除夕了 其余命人在这寝宫里挂满了灯笼 我看着院子里亮起的灯笼 披着胡球大肠 坐在软衣里发着愣 在想什么 其余凑过来问我 在想这灯笼子里就这样贵 竟是要花掉你近半年的响吟 其余没说话 我把下巴往胡球大肠里缩了缩 眉目含笑 但你还是会买给我 你真好 这样便是对你好了 其余说 我点点头 那是自然 长寅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最好之人 身旁的人很久都没有动静 我又觉得有些乏了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恍惚间 似是听见身旁之人声音音哑 贺怀安 我也送你一院子的灯笼 你可否不要喜欢他 除夕那日 南安郡主和驸马一起进宫了 大家围坐在一起 吃了一顿盛大的家宴 我那天很开心 许久没这样热闹过了 但不知为什么 招招阿姐看向我的眼神 却很是奇怪 阿姐 你为何这样看我 招招阿姐摇摇头 没什么 就是看我们怀安 越来越俊俏了 我得意的笑笑 等过了年 我就急急了 阿姐便再也不能说 我是个小孩子 不过阿姐 你可曾见到我阿娘 怎的一晚上都不见他人 招招阿姐眼眶有些发红 轻轻抚摸着我 日见龙奇的小父 怀安 是阿姐没有照顾好你 阿姐对不住你 阿玉 听阿姐的话 放怀安出宫吧 宽敞的大殿里 只剩齐玉和齐昭昭二人 刚刚的热闹 似乎只是一场幻想 齐玉坐在最中央的位子上 桌上的酒 早已见底不知几壶 不行 为什么 那你就要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困在这宫里 日渐一日地病着 成天活在回忆里度日吗 齐玉 你怎么偏偏就对他这样狠 齐玉不言 只是一壶接着一壶地 往嘴里灌着酒 阿玉 姨娘临终前 将怀安托付于我 我答应过 要好好照顾她 可如今 怀安这副模样 你叫我如何 向酒泉之下的姨娘交代 外面下了雪 白茫茫的一片 齐玉的头发散了 发丝打在脸上有些凌乱 领口音洒上了酒水微场着 露出胸口处 从前学习 齐舍留下的疤痕 他拎着价值连城的琉璃欲展 一路走得跌跌撞撞 你要去哪 齐昭昭问 下雪了 他怕冷 我得去陪他 齐玉说 齐昭昭看着齐玉摇晃不稳的身影 一滴泪突然流了下来 阿玉 喜欢一个人 不是这样的 齐玉回头 眼里带着茫然 那该是如何 齐昭昭愣住 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该如何呢 该怎样喜欢一个人 小时候 他们的生母不受宠爱 为了在这皇宫里活下来 他们从小就学着看人脸色 学着肩默不言 齐昭昭跟着母亲学女工 学厨艺 学着如何照顾好 那个小自己七岁的弟弟 长姐如母 昭昭 若是有一日 阿娘不在了 你得把阿玉拉扯成人 齐昭昭记住了 也照做了 这宫里的每一天都不好过 齐昭昭告诉齐玉 你得自己变得强大才行 不可心软 不可妇人之人 你想要什么 就得自己去争 没人护着你 你便自己护着自己 齐昭昭是阿姐 亦是严母 她找夫子教齐玉读书识字 礼乐书数 要她拜武将为师 小小年纪便学习骑射功夫 她教她拉拢人心 不要轻易信任 更不可全盘交出底细 她教她全谋算计 教她足以支撑 她活下去的一切 可却忘了 教她怎样喜爱艺人 阿姐 你说 要怎样喜欢艺人 贺怀恩说 那长银给她买了医院的灯笼 便是真心对她好了 可是只要她喜欢 我能为她把整个皇宫都挂满 如此 便是真心喜欢了吗 你教我想要的一切 不会有人主动给予 需得自己争取才行 我争取了 我用尽一切办法 想要将她留在身边 可如今 你们却都要我放过她 阿姐 我很晚很晚才发觉 我对贺怀恩的喜爱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欣喜 如今又要亲手推开她吗 我不愿意 其余推门出去了 白茫茫的雪地上 留下一串的脚印 她醉着 身影摇摇晃晃 手中拎着的琉璃玉盏里 不时洒出一口酒来 因失了她的鞋袜 竟是那样孤寂 仿佛这世间只她一人而已 其余病了 昨日大雪 她染了风寒 一直高热不退 我坐在床榻一侧 伸出手在她额头上叹了叹 好烫 大概是我的手太凉了吧 惊醒了本睡的昏沉的其余 她牵住我的手 哑着声音问 做什么 你病了 无碍 怎会无碍 这样烫 其余看着我 半晌才凄凉的笑笑 你今日又把我认成谁了 那个长蝇 我在她额头上轻轻拍了拍 什么长蝇 你都稍得说胡话了 我知道村子后面的山上 有一种草药 把它盐碎放进白粥里 喝了病就会消 可是阿姐说 近来村里有坏人 没关系 我快去快回 你在家里等我 我很快便回来 其余愣住 像是听到什么不可置信的消息 你在说什么贺怀安 我站起身整整衣裳 我说我很快便会回来 你要去做什么 给我采草药 我点点头 总不能看你这么病下去 过会真的烧傻了 可怎么办 我刚要走 手腕便被其余死死攥住 转身的瞬间 我看见 她在哭 你不要走贺怀安 你哪里都不要去 不要去 那日 其余一直紧紧攥着我的手腕 怎么都不肯放开 似是在挽回什么 在挽回什么呢 中间意识清醒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有些怅然 若是当年 其余也像如今这样拉住我 那一切是不是都会变得不一样 我认真的想了很久 还是觉得不会 即便当年我没有走 招招阿姐也没有去救我 我们大概也依旧会走上这样一条路 御医说 解铃还虚息凌人 只是我们之间这丝线缠缠绕久了 到最后 也很难找到头绪在哪 至于当初那铃铛 到底是谁记得 便是早已不再重要 想要让弟弟变强大的人 依旧不会放弃这条路 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人 依旧不懂得 期盼自由和被爱的人依旧期盼 我也会再次无法控制地爱上长营 一起都是命中注定 松手吧 其余 我不走 十月怀胎的艰辛过程 终于挨了过去 第二年初秋刚到之时 我迎来了那个 至今想来都不太真实 如梦如换一般的孩子 陛下 皇子无恙 只是娘娘她身体虚弱 怕是会 其余她总是爱发脾气 我在里屋听着御医的话 想着她这次定是又要骂人了 可我等了很久 外面却依旧静悄悄的 工人们都退了出去 其余端着一碗汤药走进来 大概是什么回光返照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只觉得昏昏沉沉了将近一年的头脑 此时竟然格外清明 其余 我要死了对不对 别乱说 我喂你吃药 吃了药会好吗 会好 我不信你 你总骗我 这次不骗你 其余把那汤药味到我嘴边 我低头闻闻闻 苦得发狠 可以不喝吗 我还挺怕苦的 不可以 我皱皱眉 其余 你对我一点都不好 我知道 其余抱着我 强忍着什么情绪 依旧温声软语 怀安 你不是说要活到五十岁 你把药喝了 不需要等到五十岁了 等你养好身子 我便命人送你出宫 我身上没什么力气 勉强的勾勾唇唇脚 当真 当真 其余说 长颖在京城开了个酒家 生意做得很大 那地方离皇宫不算远 一出城门就能看到 要早早地去排队才能买到 怀安 她一直在等你 你得好起来 你得去见她不是 我点点头 是了 我得去见她 我端起那碗苦涩的药汤 捏着鼻子挂了下去 之后的很多天 我都一直喝着那苦药汤 其余命人 给我送来了很多的蜜饯 招招阿姐还亲手 给我做了桂花糕 我整个人都养胖了些 终于 在寒冬到来之前 我的病彻底养好了 出宫那天 其余没来 招招阿姐抱着我 一遍遍地抚摸着我的脊背 怀安 我给你那包里 装着地气和田产 够你日后的生活了 切记可千万不要苦了自己 想去哪就去哪 如果不想 便不要再回来了 我对阿姐点点头 临走之际 我突然不受控制地 从马车里探出头来 看下那高耸的城墙 那里守卫森严 身着铁甲的护卫 直挺挺地站着 毛上的利刃 在初冬的风里闪着寒光 他们尽职尽责地守着 不许任何人有机会进去 也不许任何人从里面出来 这城墙自古以来困住了多少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那其中定有一个人 名叫祁玉 祁玉 自此以后 天高路远 我们便再也不见了吧 京城繁华的街道上 开着一个酒家 店面很小 一点都不起眼的样子 可是店里去挤了很多人 店家 这桃花酿怎的就又没了 实在不好意思客观 这酒卖得好 今个刚一开张 就被抢光了 要不您先尝尝我们家的土酥酒 那个味道也好得很 客人摆摆手 行吧行吧 你家生意推好 每次都抢不到 你下次可记得给我留上一壶啊 想这口 想了好些时日了 店里拥挤非常 客人喧喧嚷嚷 天子脚下日子安康 百姓祥乐 这店便也跟着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百姓说 这一带人命好 遇到个好皇帝 如此才得以过上这安生日子 城墙之外 无人不赞颂当朝天子 无人不祈祷他鸿福齐天 可这些 我都不在意 店家 桃花酿可还有 嘻嘻嚷嚷的人群里 长颖回过头来 便对上我那双含笑的眉眼 今日的卖完了 那可怎么办 我想这口想了许久 后院的树下 我给我妻藏了一坛 姑娘可愿随我去取 我扑斥一声笑出来 自然愿意 长颖 辛苦你等我许久 正文婉姐 番外 哎你这小孩 怎么还偷我们酒喝呢 大家都说 你家桃花酿好喝 我看来也不过如此罢了 小孩傲娇的昂着头 一脸的不屑一顾 我抱着胳膊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觉得他这副欠揍的样子 还挺像一个故人 切 喝过酒吗你 在这装什么大人 你家住哪 你阿娘呢 小孩听了委屈的撇撇嘴 我没有阿娘 我正了正 和一旁的长颖对视一眼 然后蹲下身 不要难过 姨娘这里有点心 好吃得很 送你吃好不好 小孩欢脱的接过点心 脸上的愁绪荡然无存 我爹爹说我阿娘 是这世上最好最好之人 等我以后长大了 便可以去找他 我逗他 多大才算大 小孩一脸认真 现在便算 只是爹爹暂时 不许我走太远 只能在黄城边上 我笑 你爹倒是不骗小孩 那是我爹可是 可是什么 我才不告诉你 我在他的头上拍了拍 不说就不说吧 你往一边站站 可别挡住我的客人了 那小孩告诉我 他叫贺不周 真是巧了 竟跟我同姓 姨娘 我明日还可以来吗 怎么 你不找你阿娘了 当然要找 但我如今这个年纪 爹爹还不许我走太远 这附近我都找过了 没有我阿娘 我一面擦着酒盏 一面问他 你怎知没有你阿娘 我爹爹说 我阿娘是这天底下 最最好的人 我觉得 他们都称不上这最最好 三个字 那你觉得 怎么样的人才算最最好 我问 贺不周歪着头 思索了许久 最后也给不出什么答案来 长音从后院出来 给他递过来一杯水 说 这世上的事 大抵都是如此 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 只要你认为是最最好 那便是最最好 我搭枪 记住了吗 小屁孩 贺不周蹬蹬腿 我才不是小屁孩 小屁孩之后每日都来 蹭我们的点心 还不给我们钱 我捏了捏他的鼻头 告诉他 在这样子蹭吃蹭喝以后 就不要来了 可第二日 在靠近门口的那个桌子上 长音依旧会摆出一盘点心来 你娘你真小气 贺不周说 我翻白眼 哼 很多很多年后 贺不周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五官端正 身子挺拔 你怎的还在我这待着 我在等人 等谁 贺不周脸上红了些 就 一个总是替他阿兄来你这买酒的姑娘 我吃笑 喜欢就跟人家说啊 你不说谁知道 可以直接说吗 可我爹说 我敲了一下他的头 这是 你可别听你爹说了 我没有问贺不周 为什么后来长大了 也没去找他阿娘 我这人对自己有自信 认为我变身他最最好 只是 我没告诉他 哼 小屁孩 翻来长寅出宫那日 我一直在城楼上看着 满目结实肖瑟 贺怀安却穿着最好看的衣裳 那是我特意命人感知出来的 明艳的红色丝绸 配着缤纷繁复的勾线样式 比他嫁于长寅那日 要好看千倍万倍 我以为我赢了 留下贺怀安在身边的是我 给他更好生活的是我 能同他长相厮守 其微不离的也是我 可是为什么 我竟还是觉得那样难过 好像 我才是失去贺怀安的那个人 我给他这后宫 任何妃嫔 都不曾享有过的恩宠 我将他的地位一生再生 我想让他做皇后 做我真正的妻 可群臣既要拦我 他们一生 生得喊着 陛下三思啊 我却有些茫然 三思 思什么呢 为了活下去 为了坐稳这个位置 为了让万千灵迷 安康祥乐 为了坐稳人君 我每日都过得如履薄冰 我永远都在三思 永远都在权衡着利弊 可如今我却不知 要娶一人为妻的话 我到底该思虑些什么 我什么都不愿想 我只要贺怀安留在我身边 一辈子都留在我身边 我似乎是做到了 现如今 我每日都能看到他 可他却再不会像从前一样 喊我一声奇遇 他只是低垂着眉眼 恭恭敬敬地喊着陛下 他怕我很怕很怕 可我又何曾想过 要伤害他呢 最近贺怀安总是说一些奇怪的话 时常将我认成是从前的奇遇 还将我认成长颖 太医说他那时得了一症 是心病 无药可医 我看着他整日现在回忆里 竟还有些自暴自弃地想 这样也好 至少从前的他 还没那么恨我 一辈子都能活在回忆里的话 醒不过来也没关系 我大概是疯了 得了一症的 何止是贺怀安 想一辈子活在回忆里 醒不过来的 何止是贺怀安 那日家宴 下了好大的雪 贺怀安看上去很高兴 他很久没有那样效果了 可阿姐却哭着对我说 要我放过贺怀安 问我为什么独独对他这样狠 我说不上来 我只是想着 外面的雪下的可真大呀 贺怀安他定是会冷的 我得去陪着他 阿玉 喜欢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吗 那该是怎么样的 阿姐 你说 要怎样喜欢一人 贺怀安说 那长颖给他买了医院的灯笼 他好了 可是只要他喜欢 我能为他把整个皇宫都挂满 如此 便是真心喜欢了吗 什么才是真心喜欢一人呢 我那天一个人在雪夜里走了很久 大雪落在脸上 落在肩头 整颗心都凉得彻骨 但我还是不停地走着 贺怀安 你在哪呢 我好像找不到路了 贺怀安又在撒一证了 他把我认成了从前的奇遇 他说要帮我去采草药 他说村子里有那些恶人 他也很害怕 他说没关系 他很快便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 他和阿姐一样 没有回来 原来 我从那一刻起 就已经失去他了 我做了很长的一个梦 梦见我又回到了那个 曾经无比闲雾的小乡村 春日里 院子里的海棠树开了花 总有麻雀落在上面歇脚 邻居家那个脏兮兮的丫头 总是会来 隔着一个院墙 用手里的弹弓 瞄准海棠树上的鸟 我射弹弓准得很 那丫头说 我不信 可你从未打到过麻雀 那是因为不想伤害他们 疼 又是一声石子撞击树干的声响 海棠花跟着落了一地 一片花影重叠里 那丫头的脸 我有些看不分明了 贺怀安 你是不是在骗我呢 你弹弓射的到底准不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我再也没机会知道了 纵使拿弹弓的人 从未想过伤害那些麻雀 但石子飞过来的时候 他们还是会害怕的逃走 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我还是决定放贺怀安走了 在那个孩子出生之后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长蝇可以支撑他活下去的话 那我便把希望还给他吧 贺怀安走了 我没有去送他 只是一个人守着 睡在摇椅里的小家伙 在窗边坐了一整日 就叫你贺不周 吧 很多很多年后 爹爹 西市北巷林有一个酒家 大家都说他家桃花酿香醇 我却觉得一般 还是那个姨娘做酥酪好吃些 爹爹 姨娘小气得很 但是长蝇阿公总会给我准备酥酪 爹爹 我还挺喜欢那个姨娘的 爹爹 我知道最最好是何意了 爹爹 我想我找到我阿娘了 但这是个秘密 阿娘过得很好 她看起来每天都很开心 爹爹 你不要哭 大地八方有八座大山支撑着天体 其中支撑西北方向的山 叫不周山 西北两个方向不应该互相连接 那里有个缺口 不周就是不交之意 她什么都知道 晚安